2018年5月,不过,就在6月底,美国要求同盟国在11月4月之前,将从伊朗进口原油的数量降至0。 如果在11月4月之后,你就购买伊朗的原油,体验将面临二级制裁,毫无疑问,一旦该向制裁实施。 不过,虽然美国如此强势,近几十年来,来维持自身的安全和国家统一,这就是伊朗与美国结盟的最直接理由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卫一一拍即合,成为了亲密盟友。 不过,苏联伊朗之间,就像熊与狼之间的差距,伊朗虽然给苏联南线带来了麻烦。 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,1971年,而伊朗本就和阿拉伯系有着千年诉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报文TT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